用電鍋蒸食物之前 得先加水開水自來水 你會用哪一種 般來講是會加自來水 有些時候習慣用自來水 網路鏡流傳 台灣人離癌跟電鍋有關 用自來水蒸煮東西 有致癌風險 真的假的 文章內容說自來水裡面有氯 在密閉的電鍋中加熱蒸食 氯會被包覆在食物上 進而被吸收 因此用自來水蒸食有致癌風險 另外這段關於罐頭的傳聞 也讓不少人憂心 有網友分享吃不完的罐頭 不能直接冰冰箱 否則會造成慢性鋁中毒 長期會傷害神經系統 引發老人痴呆 專家說食品罐頭使用麻口鐵製成 根本就不是鋁 現有的鋁製罐頭只會用來盛裝飲料 但裡面有塗層不會直接接觸 長期的過程中 麻口鐵的席會有部分的溶出 所以它一定要保存期限 也就是說在這保存期限是安全的 不管是鋁中毒 還是自來水蒸食致癌 這兩者都是錯誤訊息 民眾別在意而傳而 叫韓金燈景臣台中採訪報導